来来来来 这边问一下盛美 所以有位妇人 因为自己的情欲问题 情欲 就像刚刚前一讲 那赫尔摩有时候上来的时候 你也控制不了 然后导致无法挽回的悲剧发生 就是在几年前 一个非常轰动的一个新闻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妈妈在坐月子的时候 难免情绪会比较多 然后就经常会哭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 这应该就是产后忧郁症的问题 那这个妈妈在带这个儿子的时候 常常哭 所以先生就很担心 又说太太是不是情绪有点状况 不会安慰她 先生有的时候是下班的时候 就会带她的太太去散散步这样子 然后看起来好像状况也没有起色 因为太太就是情绪一直很低落 然后有一天早上 先生就是照顾好孩子 然后就去上班了 然后这个太太 就极度极度的情绪低落 就一边哭 一边就拿起了水果 然后他就砍了这个婴儿五十一刀 五十一 这个婴儿才生下来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五十一 所以这个事情爆发之后 这个先生的家人跟他的婆婆 都很难相信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以为他就是产后忧郁 因为产后忧郁如果严重的话 会失控 所以当时检察官在问这个妇人的时候 这个妈妈的时候就问她说 你是不是情绪上有些问题 那妈妈就一直哭 一直哭 然后原先检察官是没有要收压她 认为如果你是产后忧郁 或精神上有问题的话 是可以获得一个交保的 可是这个女生大概就是 你知道良心谴责 她实在受不了 因为你为什么要砍她五十一刀 她才生下一个礼拜 对啊 然后这个女生就讲 她说 她说 我是因为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 所以我就把她杀了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她就讲 她就说 她在念大学的时候 就跟她现在的先生谈恋爱 他们是人家羡慕的班队 感情非常好 她这个先生人非常非常好 很照顾她 那他们学校毕业之后 女生是不是就先进入社会工作 那男生需要去当兵 所以男生就去当兵了 这当中 他们感情还是一直维持得非常好 然后这个女生进了一个 很大的公司工作 工作也都很顺利 可是在她的男朋友 不在身边的这一段时间呢 这个女生就跟她的主管谈了恋爱 可是她的主管是有老婆 有家庭的 她等于是当了人家的小三 可是对这个女生来说 她就需要一个感情的慰藉 因为她男朋友不在身边 虽然她男朋友对她也不错 但她就想说 没关系 等我男朋友回来 我这段感情 反正我到时候也结束了 我也没有想要跟这个主管 天长地久 可是没想到 她跟她的主管的感情 越来越好 然后呢 她的男朋友 从这个部队退伍之后 是不是也要找工作 有一天她的男朋友 就跟她的这个女生讲 说他们去看电影 然后去看电影之前呢 她就跟她讲说 宝贝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然后她就想说什么好消息 你该不会要跟我求婚吧 对 她心里也会蛮紧张的你知道 她就说 你们公司在应征 我应征上了 我要去你们公司上班 但是她跟她的主管 有肉体关系 对 她男朋友也要进来了 这样很刺激 好刺激 好刺激 你的想法 对 好刺激 所以想 她当然就要表现 对 好棒 这样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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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男朋友就进了她公司 她的男朋友 因为对女朋友 实在是呵护被子 没有去想过女朋友变了或什么 那这个女生就开始心里 就很挣扎 她也没有办法离开她的主管 因为一方面你知道 她跟她的主管有这样的关系 她的主管是不是会特别照顾她 所以她在工作上就做得很顺利 然后就是隔几天就跟主管来一下这样子 于是她就维持 在办公室跟主管偷情 回家就跟男朋友上床 就类似这样 这样也维持了一段时间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她们要结婚了 准备要结婚 那这个主管也知道 但是主管就说 反正我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我自己也有家庭 她还是希望说 我们三不五事 五十也能够约会一下 那这个女生在挣扎当中 还是跟她的男朋友结了婚 那结了婚之后 有一天 她在办公室跟她的主管 中午出去就来一下 就有了亲密的那个过程 但是那天回家之后 她又跟她的老公也来了一下 对 好 那这样子一直反复发生之后 她有一天就怀孕了 请问她哪里知道是谁的 对 你知道这个怀孕期间 她就已经天人交战 等她把孩子生下来是儿子 然后老公全家族高兴不得了 因为这是长孙 你知道吗 而且她老公又单传 世代单传 她婆婆高兴到都快要你知道 都要跟这个媳妇跪了 就觉得好棒 整个家族就来帮她坐月子 你想想看 你们越开心 我越愧疚 最后终于崩溃 七天而已 她就砍了五十一刀 而且她就跟检察官坦白 她实在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 对 你知道吗 检察官最后告诉她的答案 验完了 这孩子是你老公的 气负人了 对 就你知道 这 我觉得这个妈妈就完全崩溃 这 你要不要收一下尾 还是你也收不了 是 那我们找张胜书老师来收好不好 什么死为命格的人 在庆农年可以重获生机 对 真的听了这么悲惨的故事之后 对 来 人生处处有生机 对 好 我们来看 2024年是农年 所以我们要看成功的位置了 所以成功 来 我们看第一个 有太阴心的朋友 注意了 太阴心在成功 2024年的运势不算太好 要注意 因为太阴在成功的时候 太阴在成 我有 你有吗 是不是 有 太阴对不对 对 我是落在父母宫的成 是的 因为太阴在成功 对宫一定有太阳 而2024年的太阳是化季的 你看他对宫 因此运势我刚刚讲不太好 什么 我没讲完 没讲完 好得不臭 好得不臭就坏的 我不跟你讲吗 重获心机吗 来 盛梅仔细听好 好 大家也要听好了 跟盛梅一样的 注意了 我常常在讲 人生就是这样 孕好的时候 小人特别多 为什么 孕好是不是就得意洋洋 嫉妒你的 想陷害你的人就多 是 孕不好的时候 贵人特别多 可是要怎么去取得贵人呢 我刚刚讲 太阳走到成功的人 注意了 太阳容易妄自菲薄 桑春悲秋 这时候 你也是吗 好像是 这时候妄自菲薄是不是 常常说我运务 我自己运务 这就妄自菲薄 是我的不好 那桑春悲秋是什么意思 人家春有百花 秋有月 都是人生好时节 对不对 可是这时候桑春悲秋是什么 花五百日红 你哪会这么苦 还对 就像这种 看的时候很讨厌 没问题怎么不对 对吧 所以这样子的人 一旦你越强化这样的状态 贵人就跑掉了 所以一定要记得这时候 就要肯定自己 累积正能量 所以不要伤春悲秋 而是想春天多美 秋天多好 正能量出来 贵人会觉得 运势越差 你还能够保持这样的能量 这时候贵人就来了 是 而所谓的重获心机 所有的机会就来了 有贵人 不可以自己唱衰自己 对的 把情绪自己要调好 各位要知道 很多人走到这时候 就是会唱衰自己 是不是就越来越衰 所以运你不能不相信 但是知道了以后是不是要 就改进它 对 克服它 好 所以跟他们两位学习 你看刚刚这两个 别像什么春天哪 这里要干了 别再唱了 好 再来 蓝蓝的天 白白的云 你看那个脸色 马上就变得不一样了吧 对不对 他实在有够会演的 各位知道 真的 再来 天机星落到了成功的朋友 在这里有梅王 梅 尽管不要走 好 这仍然是属于天机星 他的财运不太好 没有 但是财运不太好 没关系 感情运很好 所以在这一年 成功有天机的朋友 如果这时候你需要 感觉很高充的 要生人金头的时候 今年就是你很好的一年了 可是若一你会觉得说 哎呀 没有啊 我不要桃花运 我只想要财运 那你是不是就是哪壶 不开提哪壶 逆天行事 这时候的运势 就变得不够强 所以重获星机的意义 也就在于 这时候有天机星的朋友 好好的去追求你的爱情 有了爱情呢 保有你的爱情 对不对 于是今年很快就过去了 这就是你的好机会 在桃花的部分 换句话说 今年如果有正元 穿穿得够起 那也是很好的 对不对 恭喜 恭喜 再来第一个是 霍君 落入了成功的朋友 好嘎 2024年 霍君是画权的 好 而画权在哪里 官运亨通 所以一旦你会觉得说 2023年怎么感觉 官运不好 没关系 人家是在等2024 所以这一年的官运 一旦亨通 掌权的时候 注意 不要让得意忘形 到让人家讨厌你 所以破均化权 这时候升官了 反而越要低调 越低调 老板就会觉得 没看错你 恭喜这三位 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 挑加坡大神 马匠手游 即刻下载